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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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着 刚才我们学上导大师的二和白道的比喻 还想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和就是指我们内心的贪嗔 因为内心贪嗔很汹涌 很猛烈 所以用水和以及火和来形容 白道是指我们的怨身心 怨身心也相对来讲比较微弱 跟贪嗔相比就弱多了 所以用白道来形容 那么只要是我们怨往生净土 这个心就是清净的 所以这个叫清净怨往生心 除了这个怨身心算是清净心 其他我们的心都是贪心 称恨心 愚痴心 所以我们往往说清净心 是指什么清净心呢 就是指怨身心 因为这个怨身心之所以能叫清净心呢 它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所能生得起来 它可以讲呢 是佛的心来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叫清净心 怨身心呢 就是佛心 在我们净土们里边呢 说怨身心即是大菩提心 那菩提心当然是佛心呢 因为如果就我们凡夫来讲啊 我们可以讲本质上没有怨身心 我们怨什么呢 生乖啊 发财啊 长寿健康平安啊 五一六成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愿望 我们给佛菩萨一遍又一遍 是两方面 一方面呢 生活当中啊 种种的失忆 苦恼 这个是逆症上缘 反面呢 觉得我要厌离 但是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在对面的呼唤的话 我们也想不起来 比如说有的人 他生活痛苦了 家庭也分离了 结果呢 他就上吊自杀了 那么他厌离呢 他有自杀的方式 那我们是感受到人世间的无常苦恼 然后有佛的正法滋润我们的心 与净土阿弥陀佛的召唤 所以我们愿生净土 我们愿生净土的心啊 不是我们自己能发起来的 就像这个上午我们说的 妄念当中所称佛名 犹如莲花不染无泥 那么这个莲花能够从雾里里面长出来啊 它不是雾里自己能长出莲花 它必须有人下种子进去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怨生心 能够生发怨生心啊 一定要有种子 在苏不释戒 在我们自己凡夫本人的身上 贪嗔心当中 我们没有怨生心 像阿弥陀佛呼唤我们说 苦恼的众生啊 你要往生我的净土 也就是第十八愿当中的 欲生我国四个字 法藏比丘发的誓愿 十方众生 你要欲生我国 你要来生我的净土 那么这样阿弥陀佛说欲生我国 我们听懂了 我们答应了 我们心里边就怨生彼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佛的欲 阿弥陀佛愿我们众生去往生的心呢 在我们心中落实下来 所以这个叫做佛心 就是第十八愿的欲生心 那么既然是佛心呢 佛心无不清净 所以叫清净愿往生心 比如说呢 有一个老农民啊 他在农村呢 住习惯了 他习惯于呢 早晨到田地里边啊 出出草 看看专家 觉得这样日子过得不错 虽然生活艰苦一点 家里也没有电话 出门也没有小汽车坐 但是他很乐意这样的生活 他的儿子呢 在大城市里面工作 觉得说呢 我爸爸在乡下这样生活啊 出门交通也不便利 家里面烧饭呢 还要去砍柴 不如城里边呢 生活一切便利 所以啊 他三番五次的 请他爸爸到城里来住 其实他爸爸不愿意来 但是儿子喊的太多了 这个老爸爸呢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哎呀 答应你一次了 其实我不想去 你叫我去 所以他爸爸 后来想到城里去啊 是因为他儿子的心 不是他爸爸的心 儿子要爸爸去 那爸爸只好去 阿弥陀佛在极力世界说啊 你要到我的净土来 是不是这样 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一个成语啊 叫推心致富 就说把我的心拿出来 放到你的肚子里边 就说讲话很恳切啊 推心致富的谈 阿弥陀佛也一样 把他的心呢 塞到我们心里面 塞到我们这一个呢 埋没 整天呢 追求五一六成 埋没在这个三界轮转当中的众生 呼唤我们说 你要来生我的净土 释迦牟陀佛也说呢 众生闻者 你应当发愿 愿生毕国 这个很恳切的 跟我们这样劝导 那我们呢 慢慢的就开始愿生了 所以心里边 愿生先升起来啊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想我们今天在座呢 这么多人 我一开始也讲过 我们这个是 不是佛教的初级班 都是直接就往生来谈的 那么也有一些呢 是出入佛门的 他还没有准备想往生极乐世界呢 所以比如说这个父母带了孩子来归依 孩子还没有那么高的愿生心 慢慢讲多了 开始愿往生了 所以这里的愿生心 推求他的根本 是法藏比丘第十八月里边所说的 欲生我果 就是佛心 所以称为 亲近愿往生心 那释迦牟尼佛呢 在阿弥陀经里边呢 有三次很恳切的劝导我们 说应当愿生彼国 那么第一次呢 就是在说完极乐世界的庄严景象之后呢 就劝说呢 众生文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那应当两个字啊 就很恳切 因为我们呢 都做一些不应当的事情 这个你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啊 好像是商量式的 恳求式的 劝导式的 不是强迫式的 也强迫不来 那么第二次呢 是在说完 一日七日 称名毕生之后呢 也说了 若有信德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那么第三次呢 也是在十方诸佛 赞叹完 这个出广常识相证明之后 众生文者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就有好几次啊 劝我们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所谓的清净心 就是指愿生心 愿生心就是清净心 大家愿不愿生 极乐世界 那么大家都有清净心了 因为这个心哈 不是看我们这个心理状态 我们往往误解了 我念佛 那么通过念佛啊 当然心里边 其他的妄念会越来越少 少一些 我们会感觉到妄想 杂念比较少 这个呢 也算一种清净心 但是这种清净心呢 跟刚才讲的 清净愿往生相比啊 那不能为比 这个呢 是一种呢 相对的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人走路 走路呢 走累了 坐下来歇会儿 就感到很快乐 我们妄想很多 那么少一些呢 就觉得比较清净 这个是相对 不是绝对的 那么绝对的清净心呢 就是阿弥陀佛 他愿力 所形成的这个力量 互换我们 召应我们 愿生极乐世界 我们愿意往生 这个是佛力的回向 所产生的愿往生心 这个就是清净愿往生心 那么他也是来自于六字名号当中 所以上道大师解释说 南无者即是归命 亦是回向发愿之意 在南无两个字里边呢 就发愿回向 那这个呢 是六字名号里边 本身所具备的愿往生心 所以只要我们不识愿生心 就是呢 不识清净心 世间的 比如刚才所说的 念佛的一种比较 清安的觉受了 比较感到妄想 杂脸少一点呢 那是一时的一种觉受 不是绝对的清净 这样的所谓清净啊 其实 练功的人 这个打坐的人 参常打坐的 他也有这种心 甚至比我们还好 好得多 他能够有禅定啊 甚至呢 一些打太极拳的人 打得也很入迷 都全部已经是 心里面很静了 很旺了 是用静定 那么跟佛力所回向 这种清净愿往生心 他的本体式清净来讲呢 是相差很大 这个大家明白 另外这个东西两岸呢 白不至宽呢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我们的寿命啊 短暂 一生之间呢 只有这个净土法门 当生了托 现在呢 闻起 闻到 那妈阿弥陀佛名号称念 那妈阿弥陀佛 命中呢 就往生净土 所以善大大师说呢 须于即到彼岸 那么如果走在这条白道上 走到一半 你停止了 不能到对岸 你回头了 不能到对岸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念佛 你念 那妈阿弥陀佛 那妈阿弥陀佛 念三年五年 你不念佛了 这个不能往生 更不用说念上一句十句 不念佛 那不可能有往生的道理 所以说念念无疑 趁笔愿你知道 那么念念无疑呢 就是念念不舍 念念相续 也就是一发信以后 势必此生 永不退短 唯于净土为期 所以善导大师的思想呢 都是一致性的 趁笔愿力之道 那么这个白道呢 是阿弥陀佛愿力 为我们所搭设的 我们心中 虽然有贪嗔的随活而合 但如果我们念佛 愿生西方呢 我们心中还有一个愿力的白道 这条白道呢 和阿弥陀佛沟通 趁这条白道呢 到西方挤着世界 所以大家呢 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那么另外呢 阿弥陀佛呢 他知道我们众生的根性啊 和释迦摩尼佛 他都没有叫我们去 把这个水 把贪水呢 吸干 把称火呢 扑灭 他知道我们做不来 也来不及 也做不到 所以他说 不管这些 只叫我们说呢 如一心 正念 直来 那一心呢 这里的一心 就不是禅定的一心 那么所谓一般解释 禅定功夫的一心啊 你即使不能够断除 贪嗔烦恼 那你至少也要呢 这个 止息 就是把它 制服住 不能够断 也能扶 扶住它 让它呢 好像这个 浑浊的水 那么里面有泥沙 这个泥沙呢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是把泥沙沉淀 沉淀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 沉淀的泥沙拿出去 这样这 这一缸水呢 就清净了 因为如果泥沙不拿出去 水面再搅动起来 它底下的沙子 还要翻起来 水呢 还脏 那么禅定的功夫呢 就等于说 把这个泥沙呢 沉淀下去 暂时让它不起来 水不能 心水不能动 心水如果再动了 底下泥沙又搅和起来了 那么浮灭烦恼呢 是等于说 把下面的泥沙 还把它掏走 那我们谈何容易呢 我们掏不走 也沉淀不下去 那么以这样的根基呢 所以上到河上说 一心 那这里的一心啊 就是说 我不管有贪沉 没有贪沉 我不管生还是浅 有罪无罪 有质无质 功夫生功夫浅 我通通不论 我就专念 那妈阿弥陀佛 一心靠到那妈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一心 不是讲禅定的 就是指你一心向着佛 完全仰靠这种佛 就是信心 信顺 所谓信受弥陀救度 信心不怀疑 我们对一个人呢 有信心 这个叫不二 比如说过去啊 帝王 帝王 帝王还有这个忠臣 那么忠臣呢 对帝王啊 就是一心 如果帝忠臣 对帝王不忠了 这个帝王说 那他怀有二心了 他有涂抹不轨 他有别的想法 或者这个叫二心 我们心中呢 只有那妈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 知道 只有这种佛 为我发了愿 我完全仰靠这种佛 心里边 一心啊 就向着一个目标 这个叫做一心 这个也就是信心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得来的 那么如果呢 心中觉得说 怀疑了 就不叫一心了 哎呀 我念那妈阿弥陀佛 真的能往生吗 阿弥陀佛 真的要救度我吗 我真的可以吗 那这种疑惑信号 就分叉了 然后说呢 这里弄一弄 那里弄一弄 就三心 四心 五心 六心都出来了 就砸了 就乱了 所以一心啊 就是指我们信心 一心不移 正念呢 就是指专念 那妈阿弥陀佛 也就是乃至实念 所以善导大师在解释 那个往生理战里边解释啊 说专修念佛之人呢 时及时生 百计百生 何以故 乃是呢 乃由 这个无外杂缘 得正念故 你专修念佛 叫得正念 你正念就是专修 专修就是正念 所以正念 就是指专修念佛 这个内心啊 很正 坚固 不动摇 那如果我们杂七杂八的杂行杂修 怀疑阿弥陀佛 这个就正念 不坚固 所以上大和尚说呢 乃由杂缘乱动 失正念 你失去正念呢 正念呢 就是指念佛 不是指念世界的五余六成 那当然不止这些 也不是指呢 净土法门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正直向西方 正直向弥陀 只要正念 那么其他的法门呢 呃 求开悟啦 比如说参禅的人 他参念佛是谁 他虽然念佛 不叫正念 为什么呢 他不依仰靠弥陀愿力 他与自己参 这个不叫正念 这个从净土门来讲 不叫正念 他的参 是一种参念 那我们正念呢 就是专念这句弥陀名号 是信孙阿弥陀佛的前提情况下呢 专念弥陀名号 这叫正念 那下面说直来 直来啊 特别的恳切 直呢有好几种意思 直一个就是直接 不拐弯 你现在就过来 你直接就过来 不要说呀 我去这样做做 那样做一做 东摸摸西摸摸 不要那样子 叫直来 你直接的就过来 有很多人呢 他不好意思直接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说呢 你对着我的面 你就过来 哎呀我哪里够资格 好像有点害羞的样子 像我这样哪行啊 我应该再去修修别的 再来 那这样呢就拐弯了 所以直 第一个就是不拐弯 也就是说呢 你不需要 再去拐弯 再去在其他法门去打个鬼 有的人说啊 哎呀我先学一学别的法门 学几年再来 阿弥陀佛说不 直来 直就是直接 也是呢 这个不耽误的意思 不要耽误时间 同时呢 也是指你啊 不要 花言 巧语 也不要呢 躲躲闪闪 那么阿弥陀佛在对面 直接呼唤我们说呢 你现在就你这个样子 你就过来吧 不要等到退休 你现在就可以念佛了 也不要等到说呀 我哪里够资格念佛 我还没有吃全素 等到我吃全素 再来念佛 你半天又不吃全素 又不念佛 结果呢 佛又不念 素又不吃 你现在虽然没有吃素 现在就要念佛 虽然现在没有受戒 现在也要念佛 即使现在还没有皈依 现在也要念佛 念佛没说我没有皈依呀 怕我没有资格 不是 任何人都有资格 所以阿弥陀佛就说了 你一心正念直来 不要拐弯 不要等待 不要严格 不要说再去东叉西叉打闲叉 就一句 那妈阿弥陀佛 心中文文荡荡 这样那妈阿弥陀佛 那妈阿弥陀佛 那妈阿弥陀佛 所以内心完全投靠 归头于那妈阿弥陀佛 这叫正念直来 那么这个群贼啊 也有两种群贼 一个呢是指 我们的六根六成六十五云四大 这个是诈青 迷惑我们 盗窃我们功德法财 另外一个呢是指呢 别解别行恶贱之人 所以善导大师写 这个二合白道玉啊 就是防止我们呢 被其他 不同修学的人呢 用他们修学观点呢 来妨碍我们的信心 所以呢 保护我们的信心 一开始就说了 做此二合白道玉 守护信心 以防外邪意见之难 然后别解别行呢 是站在他本人各自所羞耻的立场 不是站在净土宗阿弥陀佛本愿 这个角度来说明 所以他的理解 他的行持 和我们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善导大师在 《网声礼战》里面也讲嘛 与彼日自见闻 诸方道俗 解行不同 专杂有益 但是专义作者呢 时机时生 修杂不置心者 千中无益 这个专解啊 和行持啊 都有不同 那么解 解不同行不同呢 在念佛法门方面啊 就产生分歧了 有的在专修 有的呢 就杂行 凡是专修的人 十个十个网声 你们也可以按这个去看 只要没有网声的 肯定是杂行杂修的 只要他老是念佛 一辈子就文文荡荡念佛 老是念佛不换题目 自己这个不怀疑 那百分之百都网声 所以专杂有益 那么这里的别解别行呢 就是指啊 他 杂行杂修的人 那么善导大师 著作里边啊 有时候讲一学一见 有时候讲别解别行 那么一学一见呢 是指圣道门的修行者 他学的跟我们不一样 见解不一样 哎呀 自信就是弥陀 何必更见弥陀呢 唯心即是净土 何必更深更求往生呢 这样他的见解呢 是跟我们不同 他在这个世界 就像自己达到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那跟我们所学所踪不一样 这个叫一解一学 那么什么叫别解别行呢 他呢别就是说大方向一样 但是他本身的分身分为另外不同 有所差别 他也要怨神极乐净土 就是我们净土门之内啊 他没有按照三不经 没按照祖师的教法 自己另外有一套 自己另外有一套理解 认为说求往生极乐世界 那一定要熄灭贪承烦恼 他也想往生 那如果没有熄灭贪承烦恼 总是不能往生的 这种想法这种见解呢 跟经文有差别不一样 跟我们所学呢也不同 这叫别解别行 那恶见呢就是指错误的见解 这种错误见解很多了 比如说刚才所讲的 这是别解别行 那恶见哈 南无阿弥陀佛反正救度我们 所以呢 一念十念 不再不念佛就可以了 念一句十句就往生了 造罪呢也没没关系 你原来 何必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呢 那像这种见解呢 就是恶见 不是正见 那这种见解呢 如果毒害了我们的心呢 你也会失掉往生了 错误的理解了弥陀的本愿 这些呢都属于群贼 之所以称为贼呀 就是多去了阿弥陀佛把这个往生的六字名号 往生功德 往生这个果给你 结果呢你被他的语言 被他的见解 夺掉了 失去了往生 这个称之为贼 群贼 那我们本身啊 既然想往生净土 就要把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六字名号 往生的 殊胜的果报啊 要紧紧的抓住 不要给别人偷掉 给别人几句话一讲 就偷掉了 所以十方诸佛也知道 我们凡夫啊 心容易动摇 都出来证明说 哎呀 你们要支持名号啊 我等诸佛来为你证明啊 确实这样决定往生啊 不用怀疑啊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爸爸给他一张支票 上面呢写的 写的是一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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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零 说这是多少钱给你了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没有智慧 人家骗他 哎呀 没那么多钱 来来来 我来换一个地瓜给你 你帮他给我 这小孩看 对啊 这地瓜香喷喷喷的 啊给你吧 就给他倒掉了 那这样呢就失去了 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功德 是无量无边的 啊 是可以讲是个百宝箱 也是个魔尼宝 呃 金钟啊 经常呢 有这个魔尼宝珠的比喻 啊 魔尼宝珠 魔尼宝珠是一种什么宝珠呢 他小小的一颗 你让他出什么宝呢 他就可以呢 吐出什么宝出来 然后拿了这个魔尼宝珠了 你说现在我需要一百栋黄金 马上下雨呀 啪就掉下来一百栋黄金 你说还不够 我现在这个讲堂需要五百把椅子 物品也行 好 他马上从这个宝珠里面啪喷出来五百把椅子 要什么出什么 这叫魔尼宝珠 那么其他的呢 叫杂宝 比如说我们这个六字名号 唐卵大师呢 就把它批语为魔尼宝珠 亲近魔尼宝珠 那我们得到这六字名号呢 等于说一切的功德完全具足 其他种种的修持呢 也有功德 那像黄金的功德 像白银的功德 像珍珠的功德 像玛瑙的功德 都很尊贵 但是如果跟六字名号相比啊 那他的功德就少了 他不过是部分的功德 而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呢 是整体的功德 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不需要挑一个担子 加的很重 挑了一对黄金 我们只要带这个小小的魔尼宝珠 往这里放起来 你就是富贵自在 试试这个道理 结果呢 这个小小魔尼宝珠啊 他又不认识 又不知道向他要宝 然后说呀 这个小小的 有人说啊 某某人呢 你一个小小的珠子 太小了吗 啊 你看看 最大堆黄金才是好的 结果把这个珠子放下来了 拿这块黄金 这样就叫做呢 因小是大 对不对 看上去拿了很多 其实呢 得到很少 而这个魔尼宝珠呢 看上去得到很少 其实拿到无量无边 这叫总 这个叫大总持法门 一切都含在这里边 所以我们只管念佛 得到魔尼宝珠的人 他不会羡慕人家的境界值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境界值 马上一喊就出来了 要一百个也有 一千个也有 那么如果我们念佛的人呢 其实对人家的种种的修持法呢 不用羡慕的 不必羡慕 所以这个淡德见弥陀嘛 何愁不开悟啊 你开悟了 我也不羡慕 当然一方面呢 我也开不了悟 可是我也不羡慕你 我只要能往生西方 千足万足 也就能开悟了 所以英光大师也讲了 说我人呢 又不愿意树大法床 这个 人家说我不懂 只会念佛 我也不感到低人一等 我只会念佛 我就能往生 能往生就能成佛 这样我不懂 又有什么遗憾呢 又有什么比较低等呢 我感到千足万足了 满意了 那么道理就是如此的 我们只要能念佛 化讲回来啊 能够老老实实念佛的 也不是太多 往往很多人呢 就被别解别行的人动摇了 所以如果教理不明白 教理不明白呢 就有几种损失 第一个 视相看不破 碰到一点小小的事情啊 起烦恼 不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 不了解这是前世因 今世果 也不能做这个仇债想 也不能做逆政上员 说哎呀 说不是这些苦恼啊 求生净土啊 他心里面的迷闷 心里面的烦恼 这样呢 是对世界呢 缺乏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无常苦空 这个是佛教徒 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课 他都不了解 这样他念佛呢 缺乏动力 缺乏一个基本的方向感 这样不容易贯彻下去 好像一股脑子热情 哎呀 这个师父教我的 哎呀 这个师父教我苦口婆心呢 看到你的面子 我给你念几句吧 结果一遇到事情呢 就念不下去了 这是教理啊 不明理 没有入心 对事态啊 没正确的观察 那么第二种呢 他也知道世界苦恼了 无常苦空了 确实求生净土 可是呢 对于我们净土的教法 不了解 人家这么一说 就把他吓唬住了 那么心里面动摇了 那这样呢 就有必要来了解 所以读送我们净土三不经 相应的主事的解释 那么哪一种人 你不需不用读了呢 我就是知道这句名号 文文荡荡 我就从早到晚就念这句佛 你讲我不能往生 我也笑笑地对着你 谢谢你的提醒 我是造罪凡夫 不过呢 文念佛 你怎么讲我好 讲我坏 天寒天冷 我就是这句 那妈阿弥陀佛 这样的人呢 他不用 他根本不用再看什么了 他已经是落实在行动当中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 要把我们的这个根基啊 打得扎实 遇到宁源 想到说呢 这是我世间的苦相线前呢 一旦求生 遇到顺源呢 也不在那乐陶陶的 陶醉了 说哎呀 好像还不错 也应当啊 顺利都能够呢 向往净土去 那么这个人呢 他说啊 我既回也死 住也死 去也死 一种不免死者 我宁寻此道 向前而去 这是指一个人 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 他有自觉性 他觉得自己呢 到了一种山穷水境 就是呢 到了一种没有办法了 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呢 哎呀 我这个也修不出去 那个法面修不了 听说有西方极乐世界 既然有极乐世界 说念佛能往生 管他能不能往生 我念了再说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哎 反正就有西方极乐世界嘛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肯定能往生 可是别的法面修不了啊 没有办法啊 哎呀 念佛吧 这个时候呢 他心里边还不是肯定 是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来念佛 但是没关系 当这个时候啊 他的姻缘就来了 他就会听到释迦摩尼佛说 哎呀 你要过去 阿弥陀佛在对方呢 就呼唤他说 哎 我保护你 所以等到我们的心啊 很苦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到底能不能往生 管他 反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就念佛了 这个时候就代表呢 他心打定主意了 那么等到听到这个教理 这个法门了 哎呀 终于一颗石头落地了 哎呀 真的可以往生啊 真的这么便宜啊 师父你说的太容易了 不是我说的容易 我就一千张嘴巴 都说不出来他那么容易 往生极乐世界啊 比我讲的容易的太多 在这个世界 有两件事最容易 第一件 就是堕落地狱 下三个道 多少人呼噜呼噜就滚下去了 因为造了罪业 这是业果吗 有因就必有果 有业必有报 你造了三图之音 你必然堕落三图狗报 这个不是什么容易不容易 将树叶飘了就要落地一样 自自然然下去的 这是第一个容易 这个非常容易啊 多少人都过来滚下去了 他说我不想去 不想去也不行 你造了罪 言论王 念条一拉就要去 第二个就是指念佛往生起发 虽然说我们自己造业要堕落下去 但是只要我们念佛呢 我们造业堕落 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召感 那我们念佛呢 是阿弥陀佛大悦业力 阿弥陀佛他要办的事情 那更容易 所以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 大悦业力呢 牵引我们 所以讲容易啊 就已经是显得比较难了 好像就显得远了 是自自然然的 没有什么容易不容易的 所以前几天呢 也说过这样的比喻 比如说苹果输了 从树上掉下来 这个有什么容易不容易啊 它就往下掉嘛 江水就入海 也无所谓容易 长江水自然入海 自然法而的 法而自然就是如此 那么最后这一段呢 上导大师讲得非常恳切 我们把它再说一遍 这段文呢 有几个这一段比喻当中啊 虽然是比喻呢 含有深深的法义 那么最重要的两句话 第一个呢 就是西岸上有人唤言 呼唤的话 就是解释阿弥陀佛的第十八言说 如一心正念直来 我能忽辱 重不畏惰于水火之难 也让我们呢 放心大胆 你就让放心大胆的正念走过来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掉到水火二合当中 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呼唤我们 那么第二段呢 善导大师说 阿弥陀佛事价发钱 指向西方 又及弥陀悲心召唤 今信顺二尊之意 不顾水火二合 念念无疑 趁敌愿力之道 舍命以后 得生彼国 与佛相见 欠喜何及也 我们下面呢 来学习 这个讲题叫做 不论凡夫 只论弥陀 在观经斯帖书的五十五页 这一段法语啊 是上导大师啊 他设的一对问答 那么所谓不论凡夫呢 就是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 不在凡夫这边论 论生论钱 论有功有德有罪有福 通通不在凡夫这边论 只看阿弥陀佛那边 标题的含义如此 那这个问答的 文是这样的 问曰 比佛及土 既言报者 报法高妙 小圣难接 构障凡夫 云和得入 大约 若论众生构障 时难兴趣 正有托佛愿以作强远 日时五称其入 善导大师啊 这个文等话我们来解释 善导大师呢 他所解释的 净土的教理 判断呢 我们往生的国土啊 就是极乐世界啊 他在观金书里面呢 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证明呢 我们往生的地方呢 是报佛 报土 不是 化佛 化土 因为啊 在当时啊 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个 什么样层次的一种净土呢 有不同的认识 那么佛的净土啊 大致来讲 有三生三土 就是法身佛呢 居法身土 法身佛就不用谈呢 他是无相 法身离体 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 也可以讲有法身 跟诸佛平等 这些呢 不必谈 那报生佛呢 是美尊佛啊 他因地的誓愿 修行圆满 果报成佛 报生佛所居住的 净土呢 叫做报土 那么化身佛呢 所硬化的国土呢 叫做化土 那么化土呢 也有这个短时间变现的化土 也有呢 时间比较长的硬化土 像我们释迦摩尼佛啊 在我们苏波世界 释迦摩尼佛是硬化身 这个苏波世界呢 染物的土 就是硬化土 那么化土呢 有化净土 也有化绘土 这是绘土 那么净土呢 那么诸佛里边 除了报净土啊 其他叫化净土 像我们化净土 也有长期的和短暂的 那么像这个 释迦摩尼佛啊 他在讲经的时候啊 人家说这里怎么是绘土啊 这么不干净啊 那么释迦摩尼佛呢 用大脚趾头一点地 当下呢 这个地方呢 成为七宝庄严 流离宝地 成为净土 然后呢 释迦摩尼佛神力一收呢 这个净土啊 又消失了 看不到了 那这个是短暂化现的 就属于短暂的 还有呢 比较长时期的啊 呃 像 像这个 天台宗判啊 所谓凡胜同居土 这个就属于呢 化净土 可是善导大师呢 他认为 他根据经典啊 来证明我们凡夫 往生的地点呢 极乐世界是暴徒 这个在当时啊 可以讲是 各宗的教理 都不这样看法 比如说呢 当时的唯师宗啊 他也盼 极乐净土呢 很高妙 属于暴徒的境界 那么但是呢 他认为呢 凡夫不可能往生 这么高的地方 你凡夫怎么能往生呢 根据一般的教理 就要是登地上的菩萨 才可以到暴徒去的 那么天台宗呢 他允许凡夫往生 他认为凡夫啊 也可以到弥陀净土 不过呢 他认为凡夫 不可能往生到暴徒 凡夫能往生的地方呢 叫做凡胜同居土 是这个极乐世界 有四种土里边 最低的 化土 凡胜同居土 不是阿弥陀佛 本身境界 所显现的 庄严暴徒 总之呢 各宗各派 他不认为 都否定 凡夫可以到暴徒去 你要凡夫能往生 就往生的是比较低的地方 如果极乐境度很高 那你凡夫不能往生 而上导大师呢 他证明 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啊 凡夫所去的地点呢 不是化土 而是暴徒 就这样呢 大家不能觉得说 这个道理就讲不过去啊 你凡夫怎么能到暴徒去啊 因为刚才通途的教理 总是要大菩萨 才可以到暴徒了 所以上导大师在这里呢 就设了一个问答 问曰 极乐比佛基土 寄言暴者 那么前面这段 上导大师引用经来证明 这个是暴徒了 好了 他就来问了 就反面来问难了 那么既然说啊 比阿弥陀佛 以及比极乐国土 是报佛 报徒 报法 高妙 这个报佛 报徒啊 报佛是佛所正的 这个智慧之身 那么法身呢 是这个理体 理和志相合 所以啊 报法 高妙 报身境界呢 是完全证悟 彻底的正满法性 所以叫报和法 报身呢 就是法身的境界 报法 高妙 非常的高超 唯妙 小圣 难接 就是阿罗汉 圣人呢 难以 接呢 就是上台阶 就够不着 都不能到 这个报徒去 甚至呢 连小菩萨 都没有资格去 一定要呢 登地上的大菩萨 才能到报徒 而现在居然你说呢 一方面说 三小大师 他在 关金苏 悬议分里边 一方面证明呢 九品都是凡夫 当然九品啊 都是凡夫 先证明九品是凡夫 然后说明呢 极乐是报徒 这样落差特别大 一方面你说是 九品都是凡夫 另一方面说 极乐世界是报徒 那怎么能往生呢 所以底下说呢 报法 高庙 小盛难接 构账凡夫 云和得入 九品都是凡夫 凡夫都有罪业 构就是染物 账呢 是业障 这个 暴徒 连阿罗汉 连小菩萨 都不能去 那么这样一个 罪账很深重的 业障深重的凡夫 怎么可以到暴徒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么这样你教理讲不通 底下上的大师呢 自己回答 他若论众生构障 十难心躯 这个啊 你理解错误了 往生净土啊 不论众生有没有构障 如果 若是如果 那如果要论众生的罪够和业障的话 确实如你所讲的 不可能往生的 不要说构障 凡夫不能往生 连阿罗汉都不能去 连小菩萨都不能去 那么又怎么能够去呢 底下给出答案 正有 托佛愿 以作强缘 致使 五乘其入 那么不论众生的构障 论什么呢 正是因为啊 托了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作为增上强缘 所以呢 五乘众生 平等往生 弥陀暴徒 那么这句话呢 就叫做不论众生 只论弥陀 因为众生这边不可论 如果论众生的话呢 都是罪够业障 那么这样论的话呢 没有一个能往生的 所以大家都在这里论 说呀 我有业战啊 我有罪够啊 我有不清净啊 阿弥陀佛不论这些 如果论这些 我们没有一个能往生 那为什么用能往生呢 不论这些 论哪一个 论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 所以正有呢 托佛愿 托阿弥陀佛的愿力 作为强缘 所以呢 五乘其入 大菩萨 这个五乘其入 非常的高 就是等级菩萨 上到等级菩萨 下到呢 造立的凡夫 其是平等 平等往生到迷途暴徒 那么这样高庙的地方呢 就不是我们自立能够到达的 就好像老百姓 要到去觐见国王 以老百姓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你能见到国王 都是国王的召见 我们就是一个呢 乡下老百姓 阿弥陀佛就好像国王一样 如果以我们本身的力量 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只要能往生 就是阿弥陀佛力量 靠佛的力量 所以上到大师不讲了吗 一切善恶凡夫 得胜者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真上缘 都不是我们自己力量 所以这一段 那么上到大师做出这种解释 就让我们知道呢 往生净土 全靠佛愿力 不靠我们修行力 自己没有力量 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说 罪业轻一点 功德修得多一点 就能往生 不然不能往生 这个都是一种 虚妄的想法 那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呢 大菩萨 和我们小凡夫 是平等往生去的 是靠阿弥陀佛愿力 既然靠弥陀愿力 就没有差别 就好像我们坐车 那如果说 从长春到乌鲁木齐 这么远的距离的话 要靠我们老太婆走路 那就不能论了 这么远的距离 论你走路 没法论 靠你走路的话 没法到 那如果坐车呢 就是我一个 下眼老太婆 和马拉松冠军 同平等到达 对不对 因为我们靠车的力量 所以不论 因为这个目标啊 太高了 从这个众生这边角度来讲啊 你没法论 比如说 我们要过海 如果讲到过海的时候呢 要论 只论坐船 不论我们自己跳下去游水 对不对 因为海太宽了 不可能说呀 我跳下去游过海 不论这一点 而我们呢 度过深思海 到达极乐界啊 比我们现在这个海还要宽 所以如果想过海呢 只论坐船 不论我们自己游水 那如果想飞天呢 只论坐飞机 不论我们自己动翅膀 对不对 你想在天上飞 想论我们这个双臂 这个不可论 那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要到 往生到这么高的暴徒 要论 只论阿弥陀佛 他有没有这个愿力 不论论我们凡夫 所以要看就看阿弥陀佛 他有没有这个愿力 他有没有成佛 所以不再凡夫这辩论 那么这个也叫一向专念 往往我们会把眼睛的收回来 看哎呀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还没达到 他也没达到 都在凡夫这辩论 这个是错误的 像我们一个没有腿的人 没有腿的人呢 就不能论他走路 他要出门就要坐车 是不是这样 那么没有眼睛的人呢 就不能论他是字 也不能论他呢 自己出门 自己摸方向 他要出门 就要人家牵着他 那我们在佛法修行当中啊 等于是没有眼的人 没有腿的人 为什么说没有眼睛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明了 大乘佛法的甚深义理 我们两眼去黑 要到极乐世界啊 就靠佛的愿力 我们为什么说没有腿呢 我们自己修行啊 禅定无力 持戒无力 没有这个开发智慧 戒定会三学不能成就 就好像腿啊 没有腿一样 不能走路 那这样呢 也不论 不能论你 自己修行 要论 只论阿弥陀佛的接引 也好像一个人 跺在水里边 淹得要死了 你不能再跟他讲说呀 你这么挥动你的手臂 你那挥动你的手臂 他就不能论他有水了 要论 只论有人去把他救起来 我们也一样 我们是沉默在这个烦恼的水当中 在三界的生死苦海里边 如果想要救出去 只论有人来救我们 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呢 我们只有堕落下去 所以若论呢 只论阿弥陀佛 不论其他的 那么印光大师啊 也有一个比喻 他这个比喻啊 也很有启发 他是说啊 伊丽莎子 伊丽莎子虽然轻 但是如果放在水里边啊 他会怎么样 支撑水底 是不是 那么大石头虽然重 如果放在船上面呢 可以呢 安运彼岸 就说这个沙子也好 石头也好 他能不能是沉水 还是到彼岸 跟他本身的重量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道理 那么他重量 不是因为他重量轻 他就自己可以飘出来 也不因为他重量重 就一定会掉到水里边去 就看他呢 是不是乘船 如果乘船的话 大石头和小沙子 都可以到彼岸 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力世界 可以讲和我们的罪业大小 业障深浅 业障深浅呢 没有差别 没有跟这个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头发丝 那么大一点点的业障 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点 你不靠阿弥陀佛的大愿传 你也会沉到深思海底 那我们虽然业障有多大 大石头这么大 有千万斤巨石这么重 我也不一定说 我业障重就一定堕落 我念阿弥陀佛呢 可以到极力世界 所以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沙子虽轻 如果自己不乘船 不能自己扶起来 就代表这个人 你虽然有修行 你虽然有功德 那如果你没有夜景晴空 你不靠阿弥陀佛 不能鸟生托死 石头虽重 如果乘船 可以到彼岸 代表我凡夫 虽然业障重 如果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乘上弥陀愿传 我也不会堕落三个道 还可以往生西方 净土成佛 所以这个比喻啊 是很巧妙的 石头和沙子 是不是沉水 和他们本身的重量 无关 我们凡夫 是不是堕落三个道 和我们本身的业力 大小没有关 就看你是不是 趁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能趁上弥陀的愿力 业力再重 也可以往生 不趁弥陀愿力 罪障再小 也要轮回三道 轮回这个三界 六道之中 所以这段文 是说明 往生极乐暴徒呢 只论阿弥陀佛的愿力 不论凡夫的业障和罪够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要边念佛 边在那里悲叹 说哎呀 我罪障重啊 我心不清净啊 我够然啊 业障重啊 这样怕不能往生吧 你这样的想法 通通是在 不该论的事情 在那里乱讨论 浪费你的时间 应该呢 只看阿弥陀佛的誓愿 所以只论弥陀 不论凡夫 好 请和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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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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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